短短三周内,星光影城,IKEA与来自日本横滨八景岛的Expa水族馆相继开幕 地点全环绕着华太名品城 这也连带让外界注意到华太名品城的亮眼成绩单 自2015年底开幕以来,平均年营收成长率都超过一成 去年营收更创下70亿元的历史新高 相较于同业日商三井Olet零口店的70亿元 华太已是毋庸置疑的台湾Olet电王 而有趣的是,如果将时间到转回四年多前 情势完全的相反 华太是如何做到的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焦点观点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达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路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链接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7月29号 由蔡如涵所撰写 并刊登在商业周刊官网的文章 华太开幕时仅完成第一期 第二第三期都还是遍布钢筋水泥的工地 短短几天 品牌数太少 露天逛街太热等负贫 就开始在网路上面蔓延 开幕当天 脸书地标的满分是五分 我们瞬间被洗到剩两分 员工问要不要摄影场 我说放着没关系 会慢慢回来的 华太名品城执行长陈炯福是这样子的回忆说道 一个开幕时没有人看好 甚至被消费者狂喜负贫的卖场 如何一步步成为今天的凹雷店王呢 有人说凹雷就是在剪盛菜 重点是你怎样拿到好的菜色 让人能够剪得开心 陈炯福之言 消费者远道而来是为了买到物超所值的商品 而要让商品物超所值 关键就在如何处理品牌之间的关系 身为华太集团二代的陈炯福 2008年他回到家族事业的时候 他从40年历史的华太王子大饭店开始研究 先后就开出了Hotel Court 华太瑞院等四家新饭店 以及炉子华样等多间的餐厅 2010年他决心要跨足零售业 主动找上他的好友 就是国泰金控的二代蔡宗翰合作 由国泰标下桃园高铁站旁边的土地 华太负责商场的营运 那时候华太在零售业真的是Nobody 能顺利招商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位资深百货业高层是这样分析 一是陈炯福找来知名招商顾问 TOC The Outlet Company合作 透过其人脉才找到了Lowie Coach 等第一批欧美精品入驻 二是地点挑选得宜 业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一个品牌的一般专柜与奥类店 至少必须间隔45分钟车程 才不至于互相影响价格与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这点明显比林口三井符合 然而华太与TOC的合作 在第一期开幕之后就画上了据点 后续从品牌招商 建立人脉到商场的营运 全部需要靠自己 门外汉的陈炯福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我跟团队重新厘清了一下服务的定义 经营outlet你要服务的不只是消费者 还包含了品牌 陈炯福是这样说到的 而华太名品城总经理梁鼠凡解释 进入百货是多数品牌的最高目标 因此百货可以踩高姿态 但是outlet之与品牌之间的关系就相对的微妙了许多 例如有些精品有所谓的outlet线 产品固定推陈初心 甚至有专属供应链 但也有精品认为自己是淤尊降贵才来到outlet 业绩无所谓 目的只是清空库存 两种客户都有 所以要厘清品牌来的目的 知道它是哪一种 才能给予不同的管理和服务方式 紧接着陈炯福回忆自己经营餐饮品牌的时候 多次与百货交手社会的经验 从中判断出哪些可沿用现成的规章 哪些该砍掉重来 我也当过房客 所以我不要当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房东 最后则是他当初决心进入零售业的原因 台湾零售市场规模3000亿 居然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正outlet 那就是我的目标 纯正的意思就是只扣除餐饮便利商店等 服务性质的店铺之外 卖场内所有的品牌商品 都要有低于市价的折扣 而非和专柜价混着卖 为达到纯正outlet的目标 华泰不仅在合约上注明了折扣的幅度 被抓到贩售正价品的罚折之外 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差价的小组 每个品牌依序检查翻标 确认是否都有列出原价和折扣价 还到其他百货差价 确保价格是最低的 一旦发现有商品售价与正贵相同 立刻就下架 作风强硬当然有品牌反击 初期我常被威胁说你要下架增价品 我下个月营收会掉一半 两属反坦言 混卖确实可冲高短期的营收 但长远来看 价格混乱形同于百货业正贵变成了竞争者 一来影响关系 二来正贵生意差了 下一季叫货量就会变少 下架季能流通到outlet又少 形成了恶性的循环 又比如对游戏规则说到做到 一般来说通路都会设立一套标准的消防卫生 与柜位施工的规范 例如后场动线未进空一天抓法1000元等等 但由于金额小 宣告意义远大于惩戒的意义 多数时候品牌向百货高层打个招呼 就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但陈九福坚持 原则定了就是要遵守 好几次精品大佬派出营运高层 从你们到底是来做生意还是来吵架的 到羽带威胁 暗示敢罚就撤柜 但只见他脸上和颜悦色却依旧不为所动 华泰算是非常硬 刚接触会有点震撼 与全台八成的百货都有合作的天维企业顾问 创办人林刚宇正石 这类小钱多数卖场都会网开一面 但华泰就没得商量 但就结果论来说是好的 品牌绷紧神经 服务和素质就会往上提升 对此华泰还有另外一项原则 想进来社会的品牌 除了贵姐 总部店经理也必须一起来上教育训练课 以免文化适应不良 当然陈炯福不会只给棍子而露了萝卜 他跳脱台湾零售业行之有年的框架 不做周年庆母亲节满千送百 不主动要求品牌下折扣 而且一年只统一收取一次行销费用 后续的活动简讯 圣诞市集宣传等等 都不再和品牌额外的收钱 我们就是收你租金管理费 固定行销费没有了 他坦言自己就是因为当了太多年的乙方 对百货公司五花八门各档期行销费 工装补助费等深感厌倦 也无法苟同高达四分之一的营收 都来自周年庆的档期 但忘记失衡的产业生态 就回归专业吧 卖场的专业是物业管理和服务 品牌的专业是贩售产品 我不可能比他更会买 凭什么强迫他下折扣呢 高度透明的游戏规则 再加上业绩确实不断攀升 让越来越多品牌愿意进驻滑台 也让滑台全台独家品牌的比率超过10% 远胜其他同业 如今随着星光影城 与XPAR水族馆等邻居陆续开幕 这些不同零售业种之间 如何串联并发挥综合的果效 也更令人好奇 以外行人孜孜崛起 陈炯福下一个阶段的仗要怎么打 从业界到消费者 都在等待他的答案出炉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 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 商业 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